绝对你 虽然最后没有爭到第一 但是我觉得 回看我整场比赛 虽然我有失误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人生来说 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因为我觉得 其实失败是常态 如何让自己最快的时间站起来 才是我们一生值得去学习的 男子体操 男子体操 据我了解 我认为在逐渐的更加的全能化 就是多样化 多样化非常重要 近些年取消了很多多次重复同一类动作的表现 更加的强调了你的全能性 比方说单杠你可能需要会很多种类的动作 包括自由操也是这样去改变的 在下一个周期当中我还没有仔细地去研究规则 但是目前知道是动作变得减少了 他可能要求运动员更多的需要高条件 因为他在八个动作当中或者是七个动作当中 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难度更多样的组合 那么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变化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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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